1942年底,毛顿路过贵阳,去闻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亿,谢不在,毛顿从其同事处得稀,谢六亿在外兼职打五六个之多,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,以谢六亿的个性,是不喜欢多多懒事情的,因而毛顿判断习子女多,经济状况一定不佳,不得已才四处兼职,一养活一大家子,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毛顿,看到,在贵阳一住五年,实在寂寞得很, 左一位谢六亿蒋碧威说,我和徐先生徐悲鸿结婚二十年,生活过得一直很苦,日本,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,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,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,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,反再渐渐地增加,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,我却要云出一大部分去支付,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表画的费用,因此回国那么些年,我们不但没有储蓄,甚至经常 捉襟见肘,徐悲鸿与蒋碧威上世纪二十年代末,柔石闯荡上海滩,靠麦文为生,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,他在一封家信中说,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,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,给我念缘,又一家杂志,约念缘至萨缘,不过近来识住两项,每月要用去念五元,书籍每月总要十元, 因此这两笔所赚,没有多少钱,柔石丁玲和胡野平同居后生活拮据,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,有客人来,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,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,第二天一早起来,两人两手空空,徒步几十里的进城找熟人借钱,丁玲和胡野平